暴力行为有针对性 已经到了没有底线 无法无天的情况 这样谴责过去这个周末的暴徒暴行 他强调特区政府会以最大决心制止暴力 以暴力和破坏行为为界明显减退 无虑临时禁止门面规律正式生效 但暴力和破坏行为为明显见减退 对此林郑月儿表示 激进示威者的行动很有针对性 导致港铁系统权限瘫痪 影响市民立场生活和出行 暴徒又针对性地大势破坏目标闪点 造成很大恐慌 如果贸易企业令其不满 他们就会适宜攻击企业旗下的店铺 林郑还指出任何人都不能行施行 但仍然有暴力分子残忍地打忍 晚上还流传有暴徒设置非法路站协辆车辆 这是极度违法的行为令香港进入危险境地 暴徒的暴力已经没有底线 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会有最大的决心 制止暴力 说到法门灭法实施三天以来的效果 林郑月娥表示 任何新的规律和政策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果 不能说这几天看不到效果就否定其必要性 定理这条规律主要目的是有利于警队执法 对暴力分子产生祝贺作用 我们不愿意看到有人戴着口罩 做出万顾法际的行为 尤其是学生群体开税以来将全部被捕人士中 未成年占了税成有10%更是15岁以下 禁令反门命法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我们正在监察实施的效果而考虑到暴力情况 时局也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 毕竟这四个月香港已经够乱了 林郑同时表示尽管时间尚未完全稳定 但特区政府目前没有再次使用紧急法 定理其他规律的计划 二 回击末代干独盆定刊言论 参及末代干独盆定刊率千万争 香港定理禁止门命规律是个分款之举的言论 林郑月回应到外国政客要看清楚香港分波的本质 我们受到了强烈的暴力冲击 特别是过去一两个月的事情 他们若能真正客观地看待 就不会认为这是个和平示威 我也想访问如此类事件发生在他们国家 会采取什么措施 相信其力度不会比我们轻 事实上反门命法在许多欧美国家和地区都有先例 英国之前发生过暴力事件 政府就采取了特殊政策之暴 希望外国人要有同理心不能为暴力示威者撑腰 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当下 香港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直暴治乱 定理禁止门命规律所有的指向 也都围绕这点展开其出台合法合理合情极为必要 却不是什么分款之举定理禁门命法 有助于挺高警方执法收政绩检控的效率 诸致违法者轻易逃避法律制裁 诸致暴力把香港推向深渊 戒指颠倒黑白混淆市厅煽动轮行 才是真正的分款之举单危及社会秩序的行为发生 其实出手管制是所有政府的应有哲论 是法治的应有之意 宽顾世界类似禁止门命规律的法例 在足多欧美国家都存在并甚至有效 英国更早在1723年就出台了反门面法 且实施长达100年 为应对2011年发生的抗议事危和商乱 英政府再次引入反门面法 在伦敦商乱发生后警察镇压暴徒之际 我们门见彭丁堪指责过英国政府 没见过他宣称英国民主自由因此受损 这不是分中必反是什么 彭丁堪的双唇标准背后 充分暴露了其残冷冷水的一面 一面口口声声说关欠香港 另一方面却完全漠视市民声明的 全权受到严重威胁 天岛黑白炮制种种借口 目的就是为暴力分子开脱 给特区政府直暴治乱制造障碍 事实上不少西方政客一样 彭丁堪关心香港是假插手香港是真 他们就是见不得中国之下的香港繁荣稳定 要不以余理的制造离心离德 但作为默论港督彭丁堪应该比谁都清楚 今天的英国对香港既无主权也无治权 更无监督权 香港事务作为中国内政 根本轮不到他来说伤道士 当然彭丁堪会说出这样的话也并不奇怪 熟悉香港回归前历史的人都知道 英国殖民统治香港一百多年 一直拒绝给港人民主 作为默论准毒的彭丁堪 为了给香港回归下半子 三方面推出了偷天换律的政改方案 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 违反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谅解和协议 严重劳乱了香港回归的进程 对香港的发展门上的阴影为中国冷锁不齿 二十多年后 彭丁堪在香港问题上继续虚伪冷水 这倒也算得上一以贯之 但我们只想问一句 彭丁堪你的心不会痛吗 提示中国的势力还会继续犯出奇谈怪论 我们一方面要坚决会计 一方面更要做好自己的事 具体到香港考虑到禁止门面规律的新鲜出炉 尤其要确保法力权威性不受外部干扰 一股作气加强执法严正施法 大调暴徒嚣张气眼还香港以安宁 对此成果人民都很支持 彭丁堪完全无视发生在香港的种种暴行 完全漠视香港大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把暴徒说成是人民 把特区政府为直暴治乱 报尽安民而制定的禁止门面规律的正义之举 说成是绝对疯狂 但凡民典势力的人都能看得清楚 齿轮从头到尾种种说辞 都毫无根据是非不分 齿轮与那些暴徒一样 都是与香港安宁和港人福祉为敌 与功力正义人道为敌人血狂土 彭丁堪玩弄赤裸裸的双唇标准已无耻到极致 曲西伟的剧烈已定格成政治能格的血症 为日人所唾弃彭丁堪关联对暴力行为进行美化 为暴力分子开脱 颠倒黑白的攻击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 这些无理无耻的舍感谬论 只是再次助我诠释了其头陋的政治品性 意在此充分暴露了西方繁华势力的粗暴野蛮和行恶居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制暴治乱恢复秩序 坚决会期彭丁堪直流西方势力干预香港 祸害香港的疯狂罪恶勾当 彭丁堪完成制定禁止门命归礼是疯狂之举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 有关言论完全无视特区各界要求止暴治乱的逐流民意 完全无视英国是反门面法率先执行的基本事实 充分暴露了其虚伪偏执冷水的真实闷目 我们对此与强烈谴责 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制定禁止门命归礼 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正义必要之举 四个月来门命暴徒是无忌惮的打扎抢烧 攻击毁忧警察和市民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严重破坏香港法治香港市民身受其害 迫切要求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制定禁止门命归礼 彭丁康顽固主流民意 完全漠视市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颠倒黑白炮制种种借口 目的就是为暴力分子开脱 给特区政府制暴治乱制造障碍 其屈行何其行恶 制定禁止门面归礼法 国际通行作法 英国早就出台了反门面法 难道这也是疯狂之举 这种赤裸裸的双唇标准和无耻的虚伪罪恋 朝夷乱世人看清和唾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重属中国内政 我们再次敦促盆定堪之流 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 停止祸害香港的罪恶勾档 停止默绿的疯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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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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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